滨城升旗山缆车在圣诞节下午一度出现故障 山下的游客苦等了几个小时上不了山 而山上的游客也得排长龙才能够下山 事故引发游客怨声载道 促使升旗山机构事后公开道歉 不过民青团对此并不买账 措辞强烈的狠批升旗山机构管理无能 丢进了滨州眼面 民青团滨州发言人陈正冲表示 升旗山缆车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故障 几乎每一次公共假期 游客众多的时刻必定会掉链子发生故障 他质问升旗山机构为何没有事先做好检查 关注和准备 而是让游客在缆车故障之后迟迟等待 却不知道原来缆车已经发生故障停驶 陈正冲认为升旗山缆车频频发生故障 已经严重打击了滨州作为旅游州的形象 让游客对宾州失去了信心 他表示宾州政府不可再等闲视之 而是必须立刻的寻求必要的图信 以加强升旗山缆车的保养和维修服务 确保不会再发生故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